新店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在农历年节前夕 举办农年宋吉祥资会来过年春节团圆活动 邀请少年和其家庭共聚 并且表扬了112年度优秀少年志工 中心主任郑正寿表示 过去一年这些少年志工主动参与社区宣导 公益服务中心事务等等 在付出的过程中也获得了珍贵的回馈 同时更看见了自我价值的存在 我们做石头山的晋山活动 每个孩子都扛不起那个石头 可是每个孩子都努力的完成的任务 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我们看到孩子最大的改变就是 他们愿意挑战也愿意付出 也愿意看到他们自己这一块的努力 有得到了一些回馈 看到自己最棒的价值 获得表扬的15位少年志工都表示 在这一年中因为要跟着到处办活动服务社区 所以不但学习到如何与人沟通 也更加认识地方文化 让他们收获满满 可以去学习着怎么帮助别人 然后跟其他的成员一起沟通讨论 地方的人情味啊 还有一些料理啊 还有一些什么故事啊 比如说地方故事之类的 我们都有收获 可以做到一些自己平方做不太大的事情 然后也结交到了很多朋友 然后也帮助到很多人 在这场春节团圆活动中 特别以火锅围炉的方式 让大家感受年节欢聚气氛 新潮中心指出 透过17Fly Up 古梦甘马店系列学习主轴方案 陪力少年生活技能 团队合作 以及正向态度的认知 请每一位孩子 就是大概100元以下的食材 然后一起来进行围炉 达到一个A共享食物的概念 然后我们也提倡说 就是食物尽量要吃完 然后如果没有吃完的话 也可以打包 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透过手作活动 那亲手找到他们的梦想 那组织到他们的架构 找到他们的目标 新潮中心表示 去年度办理超过15厂次 约记50人次的公益服务活动 希望借此让少年融入社区服务网络系统 也让社区居民了解中心的服务理念 一同支持少年建立自信 勇敢追寻梦想舞台 记者陈晓淡采访报道